這個日本的迷你雙層煎烤盆 香港有代理賣四百多元 性價比高不高就要試過才知道 盆一邊是有黑紋一邊是平底 選平底那邊放過陶前碗 就可以用來做巧克力火鍋了 讓我現在開到它最大火力 溶60克朱古力看看要溶多久 溶了十分鐘我就覺得它溶得有點慢 不過剩在旁邊可以用來烘麵包 雖然它溶得比較慢 但第一次都不小心被我溶到焦了 這次呢 它這個質地就好一點了 經過我兩次的測試 大火是會溶焦了巧克力的 所以如果玩的時候是要小一點 然後讓它慢慢溶 叫得雙層煎烤盆 當然要試烤東西了 OK 烤肉的結果我覺得都頗滿意 食物都烤得頗漂亮的 但剛才在烤肉過程 油就有點大到到處都是 而且不小心烤到爐 其實都頗熱的 好